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论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,享有半部论语至天下的美丽,其中许多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智力。 大家好,今天我要讲的是《论语泰伯篇》第十四章。 子曰,不在其位,不谋其正。 常听说,不在其位,不谋其正。这句话就出自《论语泰伯篇》的第十四章。 子曰,不在其位,不谋其正。这句话涉及到儒家所谓的名分问题。 不在其位,而谋其正,则有僭越之嫌,就会被人认为是唯理之举。 不在其位,不谋其正,也就是要安分守己。 这在春秋末年,为维护社会稳定,抑制百姓犯上作乱,起到重要作用。 但对后世则有一定的不良影响,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,安分守己的心态,起到诱导作用。 应当说,这是消极的,不过是用来明哲保身罢了。 对于企业这个组织而言,处理好胃与正的关系尤为重要。 不同的员工要有不同的岗位职责。 只有各个岗位的员工认清自己的岗位责任,再提位而谋好其正,完成好本职工作。 企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。 一个企业,如果总市长总干总经理的事情,总经理干部门经理的事,而员工却整天考虑公司的发展和战略。 那么这个公司怎么能发展? 纵观成功的企业,都是岗位责任清晰,分工明确,管理无越界的管理典范。 准确的定位,这样社会和组织才能有序发展。 话说,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,刘表原配太太死了,有个大儿子叫刘琪。 后娘对这个刘琪不好,准备让自己的儿子上来接位。 刘琪急死了,就请教她的叔叔刘备。 刘备很高明,他说,你问我们的军师诸葛亮吧。 刘琪就问诸葛亮,诸葛亮听到就不答话,故意岔开。 刘琪总讲不上话。 后来刘琪就告诉诸葛亮,他说,我有个绝版的好书,你要不要看看? 诸葛亮也是喜欢搞学问的,就跟他到楼上。 诸葛亮一上去,刘琪就把楼梯抽掉,下不去了。 然后刘琪立刻跪下说,先生啊,这个时候一个外人都没有,您非教我不可。 诸葛亮没有办法,他逃不了,但是古人说的,书不见亲,朱琪吵架,兄弟之间闹家务,第三者绝不能讲话,这时候讲话是最笨的事。 诸葛亮说,刘琪说,刘公子啊,你何苦逼我呢?书不见亲,我也没有办法。 刘琪说,今天只有军师可以救我啊。 于是,诸葛亮就讲历史上太子生生的故事。 春秋战国的典故你知道吗? 你向父亲请求带兵万调马。 部队归你找过,又守了边疆,跟后娘分开远远的,不起冲突。 等到你父亲一过世,军权在你手里,爱怎么干就怎么干。 刘琪一听就明白了,再三败谢,这才喊人去来妻子送诸葛亮下楼。 诸葛亮之前之所以跟刘琪答非所问,也就是知道,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。 这既是人情世故,也是为人处事的道理。 好,这一章就讲到这里,谢谢。